那么我们的总统大选终于过了 就是因为总统大选的缘故 我们上一个系列讲了基督徒与政治 那么因为总算总统大选也是尘埃落定 我家里因为最近在装修 在remodel 所以我家里所有东西都拆了 那么在上礼拜 因为所有东西都拆了的话 我就要重新买很多东西 所以上礼拜 大家都在非常激烈地选总统的时候 我也非常地积极地在选马桶 那么原来选马桶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因为很多东西要选什么one piece two piece 光是出水的地方就有十几种不同的模式 所以选了好多的时间 终于选了一个马桶 上礼拜一正好是总统大选的那一天 我家的马桶刚刚送到我家 那么我收到那个马桶的时候 左看右看 我跟我太太突然发现 我们选错了马桶 所以那天晚上心情非常的不好 就突然间有点反思 觉得哎呀 真是我真是傻貌一个是吧 你们马桶都选错 凭什么选总统呢 对吧 我国内有些朋友也这么说 这个民主制度实在 这就是非常的amazing 不可思议 他说凭我们普通一个傻貌 怎么有资格选总统是吧 我们马桶都选错 不过无论怎么样 你觉得你选错还是选对 基本上这件事情已经是尘埃落定 所以今天我们就进入下一个的讲到的系列 我们今天讲的一个非常贴题的一个题目 就是愁苦的祷告 对不对 非常的接题目吧 就大选完了就开始愁苦的祷告 所以我们在订题目的时候 也有非常的体贴 弟兄姐妹你们的情绪 所以我们在接下来的三个 这个系列很短 只有三堂 在三堂里面我们特别讲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 就是祷告 那么在今天第一堂 我们特别来看一段的经文 一段非常丰富的经文 在这边有两点的提醒 这段经文记载在 在路加福音的二十二章三十九到四十六节 那边讲到耶稣的 钉十价前的最后的一个一次 跟门徒一起祷告了 我们看这段经文怎么说 这段经文说 他说耶稣出城 照常往橄榄山 门徒们跟着他去 到了那地方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要祷告 免得陷于诱惑 于是耶稣离开 他们在约扔一块石子的距离 跪下祷告 说父亲啊 若是你愿意 就把这苦碑移去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 乃是要成全你的旨意 有一位天使从天上向他显现 加强他的力量 在极度伤痛中 耶稣更恳切地祷告 他的汗珠像大滴的雪 滴落在地上 祷告后 耶稣起来 回到门徒们那里 发现他们因忧伤过度 沉睡了 他对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睡着呢 起来祷告吧 免得陷于诱惑 那么这是主耶稣 钉十加前最后一次 这个就是已经Friday了 已经到了逾越节晚餐 最后的晚餐已经过了 也吃过了 那今晚是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时刻 因为做完这个祷告 兵丁就来了 就做耶稣 然后就审判丁十加 所以主耶稣来到世上 这个这么荣耀救赎的计划 在今晚就要开始去实现了 那么在这个critical moment 主耶稣就跟他的门徒 一起去到一个地方 叫橄榄山 那么主耶稣 以前如果 你看福音书 他以前也常常 带他的门徒 去橄榄山祷告 那么橄榄山里面 有个花园 叫做克西玛尼园 克西玛尼园通常 他们说是用来 把摘下来的橄榄 去那边炸成油的 那么这个地方 在那边祷告 那么在第一点 想和大家分享的是 从这段的很简单的经文 里面第一个 对我们的提醒是 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到 原来祷告的重要 祷告的重要 路加用了一个 很简单的结构 来解释这段经文 它是一个交叉的结构 交叉结构就是ABA A就是开始耶稣说 你们要进行祷告 免得陷于诱惑 然后B就是耶稣 开始自己做了一个祷告 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然后又回到了B 就是AB 又回到了A 主耶稣又出来跟他们说 再一次提门徒说 你们为什么睡着了呀 你们应该起来 祷告免得陷于诱惑 这是ABA 那如果你看马太福音 或者马可福音 它是ABABA 这样子记载 门就不止睡了一次 睡了三次 所以主耶稣跟他们讲 你们好好祷告 于是主耶稣自己去了祷告 回来看见他们睡着了 就说起来祷告 那主耶稣又去祷告 回来再看又睡着了 主耶稣又再讲一次 说起来祷告 那主耶稣再去祷告 回来再又睡着了 所以ABABABA 所以路加福音比较简单 ABA 主耶稣跟他们说 要祷告要警醒 主耶稣祷告 又回来再说一次 要祷告要警醒 那么这个简单的结构 只是路加写作的风格 把它凸显出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就是祷告的重要 他借着这种ABA的结构 来突出主耶稣跟门徒之间 的那种鲜明的对比 他能够对比出 主耶稣跟门徒原来差很远 他们两批人 主耶稣跟门徒 都同时面对一个非常大的试探 一个temptation 但是在面对试探的时候 这个鲜明的对比 对照出两个用不同的方式 面对试探 一个是用祷告 另外一个是用睡觉 所以你就看出 为什么门徒失败 陷入了试探 主耶稣为什么胜过这个试探 就是因为祷告带来的能力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试探的 这边讲的试探不是指那种 什么金钱的试探 大家知道现在中国大陆反腐 有没有看最近的纪录片 永远在路上 我一口气看了整套 讲到中国大陆 那些贪官落马的一些的纪录片 你发现没有一个贪官 是从小就是贪官的 没有人从小立志 我要当贪官 对不对 这些贪官从小都很有理想 你发现 你去研究他们的生平 发现他们都蛮能干的 很有领袖的气质 对不对 他们政级也不错 确实为社会干很多事 你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堕落吗 就是通常到了 关注了到某个位置 开始要跟很多的商人接触 对不对 很多的工程 他们都在整个过程当中 他们都自己反省说 就在那个接触商人的过程当中 突然发现 我这么努力为国家工作 就每个月五千块的人工 可是这些商人开名车 出入高级场所 他突然觉得心里好不平衡 对不对 他突然觉得 我居然有权有势 是我给你这个工程的 那我有些有水 对不对 那也是理所当然的 对不对 慢慢的慢慢的就堕落 大概是这个过程 但是这边讲到 门徒们陷入试探 指的不是这种层次 它指的是一种更深的层次 它指什么呢 在路加福音的记彩 如果你去看上下文 那边讲 门徒陷入的试探 只是一样 就是说 即使到了最后 这个关键的时刻 门徒还是不明白 并且不接受 神的计划 是要主耶稣上十架的 他们从来就不接受 记得在马来福音十六章 这个彼得跟了耶稣一段时间 他终于知道一件事 原来你就是基督 你就是旧约 一直应许神要来的 末后的那位救世主 那位尼赛亚 他终于知道耶稣是谁了 耶稣说好厉害 天父启示你的 终于知道我的身份 接下来我告诉你 我要做什么 你现在知道我是谁 可是你不知道我要做什么 我告诉你我要做什么 我要被钉死在十架上 彼得马上说一句话说 这些是必不灵道理 对不对 他说绝对不允许 这样的事情发生 为什么 因为他那群门徒跟着耶稣 他从头到尾只想一件事 就是耶稣来 是要帮我们推翻 当时的罗马政权 建立一个神权的国度 我们是要搞革命的 我们是要推翻政府 所以当他说 这个带领我们推翻政府的人 居然说他自己要被 当时政府认为 最羞耻的方法被弄死 他说我怎么可以接受 这样的一位救世主呢 不行不行 不可以 对对 耶稣马上跟他说 撒旦给我推后面去 对吧 你只体贴人的意思 不体贴神的意思 意思说你完全不知道 神的计划是什么意思 到了路加福音 我们刚刚读的那段经文的前一段 你知道门徒还在做什么 就最后晚餐吃完了 耶稣快要被做钉食 这样门徒还在争论 谁做老大 换句话说 他们还是那个观念 我们要搞革命 我们推翻罗马政府 建议那个神权国度 他们还在争论说 万一革命成功 谁当国务院总理 谁做财务部部长 对不对 他们已经在争论 谁做教育部部长 他们在争论谁是老大 谁是老二 咱们先分工 不要到时候吵得不完 对吧 革命快要成功了 耶稣都快要被捉 钉食价 他们还想着推翻政府 我正老大 所以他们到那刻为止 主耶稣为什么跟他们说 Time has come 今晚我就要被捉 被审判钉食价 你们到现在为止 都还想着另外一套计划 你们什么时候 才知道说这个计划 我说真的 我真的会被文士宗教人士 会被捉起来 我真的会被审判 我真的会被钉食价 你们什么时候 才愿意接受神 真的是这套计划 所以当这边说 要祷告警醒 免得陷于试探 指的是那种试探 所以有一种试探 是试探我们 引诱我们 离开神的计划 不接受神的计划 也不明白神的计划 也不照着神的计划去生活 只照着我们的血气的那一套 去生活 你知道彼得有多血气吗 直到主耶稣刚刚说完那句话 说你们为什么睡觉 起来祷告吧 免得陷于诱惑 他刚说完这句话 冰钉就来做耶稣了 彼得他们刚刚睡醒 糊里糊涂了 马上凭血气 拿刀去把一个人的耳朵给砍下来 他到那个还在阻挡这件事发生 主耶稣我打死也不能够让你上死架 他的intention是好的 就是我要保护我的主耶稣吧 他的动机非常好 但是你发现这件事 当你不明白神的计划 你凭血气去做事的时候 尽管你的动机是好的 可是你发现最后 你不但是没办法成就神的国 还伤害到别人 你发现主耶稣很amazing 他自己快要上死架了 最后还要为他的门徒 所造成这些伤害 来医治那个人 所以最后主耶稣就医治了那个人 是门徒凭血气做事 伤害到人 我也一样 就是我相信我跟你都一样 当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 完全不知道神的计划是什么 我们凭着我们的血气 我们的个性去生活的时候 我们不知 即便我们的intention动机是好的 这是因为是凭血气出来的动机 在过程当中 我们造成了自己的伤害 也伤害到别人 我相信我在服事的过程当中 我也曾经伤害过 我很亲爱的童工 甚至我的主缘 也伤害过 虽然尽管我不是 I don't mean to 尽管我的动机不是要伤害他们 但因为某些的时刻 你真的不知道神的计划旨意 你就凭着血气去认为 你的动机就是好的 做了这件事 造成别人伤害 这种事情很多 但是让我们非常安慰的是 主耶稣居然为我们 所谓的讲难听点 为我们擦屁股 就是我们凭血气伤害到人 主耶稣说 我帮你医治 对不对 有很多父母都是这样的 对不对 为小孩好 可是不知不觉伤害到小孩 可是到孩子大的时候 他发现 他因为有了信仰 神亲自医治了他 让他从心中伤痕中出来 父母从来不会想要 故意伤害小孩 可是因为我们凭血气做事 就伤害到了 很多时候就这样 服事也一样 所以祷告的重要是 透过祷告 警醒 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 越来越清楚他的计划 不至于我们浪费 一辈子的时间 只是凭着血气做事 凭着我们自己的意愿 自己的个性 以为动机都是好的 结果到头来 伤害到自己 也伤害到别人 搞得一塌糊涂 神在教会 神对每个小组 神对我们个人 我相信都有 他的一套的设计 一套的计划 如果你不弄清楚的时候 你发现 即便你动机是很好的 到头来 也会造成某些伤害 对不对 我跟大家讲过很多次 过去每一年 总会有那么一两个学生 开着一台 开汽油的车去加柴油的 就是因为便宜 汽油的车 按照车厂的设计 应该是加汽油才对的 对吧 你可以说我不照这个计划 对吧 我一时兴起 加了柴油 希望今天 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过去几年都有 总不多 总会有那么一两个傻帽 就会做这样的事情 人也一样 我们常常也做这样的傻事 对不对 以为动机很好 我为了省钱吗 不好吗 这么便宜 可是神的计划就不是这样 你动机更好 结果就是把那辆车给毁了 就造成很多的伤害 人就是这样 所以祷告为什么重要 因为祷告让你 真的摸到神的心意 能够知道说 不要凭着你的血气 凭着神的计划 应该怎么样去生活 第二点很重要的是 祷告为什么重要 是因为让你知道神的时间 让你可以预备好 主耶稣让他们很注重今晚的祷告 是因为主耶稣知道 今晚是很关键的时刻 今晚是主耶稣面对这个挣扎很大的时刻 祷告完主耶稣就要上十家 牧羊人被拿走 羊就示善 主耶稣说你们要预备好这个moment 可是门徒不知道神的timing 因为他们一直想着就推翻政府 他们没有想过 主耶稣原来今晚就是 今晚主耶稣就要被捉 被钉十家 他们没有想过 这么关键的时刻就在今晚 所以他们虽然忧伤 就不管了睡个觉 睡醒的事情就临到了 完全没有预备好心 很多时候我们也是一样 人生很多的critical moment会来到 如果你不是有那个警醒的心 有时候这些事情发生 你真的措手不及 所以祷告重要是让你知道神的计划 不至于造成自己跟别人的伤害 祷告重要是不单只做到神的计划 还知道神的时间 知道神的时间很重要 因为有时候神在你人生中安排 某段时间你就真的可以停下来 休息好好享受你的生活 我发现很多人的生活 跟神的时间很不一样 神让他休息的时候 他偏偏就休息不下来 对不对 有一段时间被lay off的 也不趁着这段时间 好好地享受一下生活 一天到晚在那边忧虑 什么时候找到工作 怎么办 等到找到工作 忙起来 没得休息 又在那边抱怨 什么时候再可以停下休息 神安排这段时间 你被lay off的 就好好享受清闲的生活 等到真的有工作 神说这时候冲吧 拼吧 就好好地去拼 是吧 就不要拼的时候去偷懒 对不对 没工作又在抱怨 总是你的时间跟神的时间不对 所以你人生总是在抱怨 要知道神在你身上 人生的计划中 不同的season 不同的季节 应该做什么 某段时间 神说停 休息吧 停嘛 休息嘛 该旅游的去旅游 是吧 该跟家人好好相处的 好好相处 有些时间神说冲 就冲嘛 拼命 所有的力量都起来 就冲啊 就好好享受 事业上各种的成就 人生有不同的季节 捉准神的时间 你发现每一个时刻 都可以很享受 捉错了时间 就所有时间 你都在抱怨 忙起来的时候 你抱怨没得休息 休息的时候 抱怨好像没价值 要忙 对吧 捉准神的计划 捉准神的时间 你人生会不一样 所以这是这段经文 给我们的第一个 很重要的提示 那第二个 非常重要的提醒就是 我希望今天我们 从主耶稣的榜样上面 得到一些的启示 主耶稣不但只 叫门徒去祷告 他自己做了一个 非常好的榜样 他的榜样就告诉我们 他是怎么样胜过 他一生当中 一个最大的试炼 一个最大的temptation 路加福音的22章 刚刚我们读过了 我们再读一次这段经文 主耶稣是这样说 主耶稣离开他们 在约扔一块食指的距离 跪下祷告 接下来路加记载 这段祷告的祷告文 主耶稣就是这样祷告 他说 父亲啊 若是你愿意 就把这苦碑移去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 乃是要成全你的旨意 有一个天使 从天上向他显现 加强他的力量 在极度伤痛中 耶稣更恳切地祷告 他的汗珠向大地的雪 滴落在地上 这是主耶稣一个非常重要的祷告 在主耶稣面对这个这么大的试炼的时候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请把这苦碑移去 这算是主耶稣一个最 延伸最大的试探 主耶稣的试探跟我们的很不一样 你知道这个苦碑什么意思吗 在纪五月当中 只要讲到苦碑 通常是讲一件事 是讲到神的审判 所以有个term叫做 the cup of wrath 就是愤怒的碑 神愤怒的碑 the wrath of God 就是通常讲苦碑 讲的意思是说 神对罪人的审判 一次过要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所以这一杯 这一杯不是普通的那种中药 好苦啊 不喝可不可以 不是那一种 这苦碑对主耶稣来说 是他这一生最难 最大的一个试炼就是 可不可以不要喝 因为这个实在太苦 我们跟主耶稣面对的试探不一样 我们的试探是 我们从小到大怀着罪性出生 在罪中打滚 我们的试探是怎么样 在这种罪性当中 能够靠着圣灵的帮助 能够胜过试探 活出圣洁的生活 但对主耶稣而言 他今天所面临的试探 是另外一个 主耶稣从来没有罪的 可是这个moment 这个苦碑代表 神说要把所有罪人的罪 加在他身上 换句话说 一个全然圣洁的人 要突然间变得罪污秽的人 神要把这一切 从创世到现在 所有他拣选要信他的人 从小到他所有的罪 你讲的脏话 你的愤怒 你的强暴 你的自私自利 各种的污秽 各种各种肮脏的东西 一次过到在耶稣身上 说你就是那种最邪恶的人 一个最圣洁的人 要被这些罪恶的丑民不但 要成为罪人 不是只是被 要成为那个罪人 我们是本来就是个罪人 我们要变得圣洁 我们要习惯 是吧 就是我本来就在 猪圈中长大 突然间要我住一个 非常有洁癖的房子 我也得适应一段时间 主耶稣相反 从来都是圣洁 今天你要让他 到一个最肮脏的地方 他要背负一个 最肮脏的罪名 成为一个最肮脏的罪人 要接受成的审判 所以他的身份的改变 对他来讲是最大的誓言 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罪 突然间一下子 今晚开始 这个苦被代表 你要成为一个 最肮脏 最邪恶的罪人 背负所有人的罪 压在你的身上 身份的转变 第二个 对他来讲 最大的誓言 让他最苦的 喝不下去的是什么 不单止身份的转变 是因为身份的转变 他需要承受神 给他一个最终的审判 那个审判不是十字架 弟兄姐妹 主耶稣不是因为说 哎呀上十架好痛 实际上固然是个酷刑 可是光是这个 皮肉之痛的酷刑 不足以让主耶稣 在今天晚上有 这么悲伤的祷告 居然跟神说 可不可以把这苦杯拿走 还不至于 因为丁十架的 你要知道丁十架 不止主耶稣一个 有两个强盗也丁十架 他们也没有什么 酷的酷天抢地的 对不对 甚至很多后来信耶稣的 因为罗马帝国的逼迫 他们要被殉道的时候 也没有酷天抢地 包括后期很多教父的见证 可威猛了 杀就杀吧 对不对 多威猛啊 可是那为什么主耶稣这么脆弱 上十架 也不是你一个伤 强盗也伤 对 殉道也不是你一个 后期多的是 他们为什么这么勇猛 你为什么这么脆弱 你要知道主耶稣背的 跟我们背的不一样 对主耶稣为言 苦背不是实价的痛 那个皮诱之痛 不足以让他这样 真正的痛是 他要背负是你跟我 都没办法承受的一种痛 那种痛称之为 这位诈物主 最终的审判来的时候 他给你一个终极的撇气 他完全give up 眼面不看你 那位诈我们的神 如果眼面不看我们 跟你完全断绝关系的时候 那种痛是没有人可以承受的 也没有人曾经承受过 你知道你跟一个人 断绝关系有多痛 在乎你跟那个人的关系 有多密切对吧 如果一个人我认识两天 他跟我说我跟你断绝关系 从此不跟你聊天 不跟你吃饭 我可能会伤心一分钟 对吧 我才跟你认识两天 那无所谓了 伤心一分钟 你心情不好 对吧 如果你跟你认识两年 你跟我说 从今天开始跟你断绝关系 不跟你来往 我可能会不开心一个礼拜 至少也认识一段时间 如果你跟我认识很多年 从小到大都是闺蜜 好朋友 好兄弟 对吧 你突然间跟我说 我要跟你决裂 从今天开始不接你电话 unfriend你 也不跟你吃饭 不跟你聊天 打死也当作不认识你 你可能会痛好久 但今天如果是我的太太 Shirley跟我说 今天开始划清界限 从此跟你完全断绝关系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种痛就不是一两个月了 可能好几年 也可能这一辈子 我也没有办法 从这种痛里面走出来 你跟一个人决裂的痛有多痛 在乎你跟那个人感情有多深 你知道天父跟主耶稣的关系 是从梗骨就在一起 三位一体的神 祂是一个relational God 我们是照着祂的形象被造 我们造出来 有这种关系的观念 知道我们需要被爱 需要去爱 有爱的关系 爱的决裂会造成痛 这一切是因为我们 是照着祂的形象造的 所以在人世间 任何一段最凄美的爱情 最最刻骨铭心的爱 最痛的爱 那种的决裂 跟主耶稣跟天父的决裂 都比不上 那种痛是超过一万倍 就像一些 你知道有些老夫老妻 一辈子在一起 在老伴走的时候 你很难想象那种痛 那种过了金婚 我一辈子在一起 老伴现在突然走了 你回家突然间发现 他就走了 现在没有人在盯我 什么要洗手 什么要早点睡 那种痛是很痛的 你们几十年在一起 你能够想象天父跟主耶稣 那种完全完美的爱 永恒在一起 突然有一天 他今天要喝这个苦悲代表 天父要跟他说 决裂 今天开始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知道这种黑暗是多黑暗吗 没有任何人尝试过这种黑暗的 今天任何一个没信主的人 根据马太福音说 神是降与给义人 也降与给不义的人 换句话说 神普遍的恩典 是赐给所有人的 意思是说 今天就算不认识神的人 从某种程度上 也是在经历神的同在的 赵物主从来没有 完全撇弃任何一个人 即便你不信主 你也领受到某种程度 普遍的恩典 这就是为什么 即便不信主的人 你活在世上的时候 总有那么一点 一点点平安喜乐 总会有一些开心的过程 总有一点点 对生命有点希望 对吧 生命总会有点光是吧 但你发现 神的悲 憤怒 最终临到 最终审判的时候 那个审判是很恐怖 不是苦 不是皮肉的痛 那种是一种说 造物主跟你完全 决离的时候 你知道那种黑暗 是没有人承受得了的 那种黑暗 是没有人承受过的 主耶稣说今晚 按照父神的旨意 他要喝下那一杯 苦杯 一个从来没罪的人 背负你我 所有的罪 变成一个最邪恶的人 这种身份 而承受神跟他说 跟你完全撇弃 所以主耶稣说 为什么撇弃我 很痛的一句话 为什么撇弃我 父神说 我眼面就不听你 从今天开始 我跟你没关系 那些罪人应该承受 最终神说 完全黑暗的 完全跟照物主 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那种的苦杯 你今天给我喝了 替他们喝了 因此他们 不用承受这种黑暗 他们可以丰盛 他们可以享受 神很亲密的同在 是因为我撇弃了你 你常受那种痛 你知道为什么主耶稣 你就明白为什么 主耶稣在今晚 他面对他人生最终的试探 从主耶稣开始服侍 魔鬼开始试探他 三次试探 都是在试探这一件事 都是跟他讲 你是神的儿子 你配的这个 你是神的儿子 你不必要 透过十架 才得到神的国的 你拜我 我就把神的国赐给你 这个国就是你的了 你绕过十架吧 这是撒弹最怕 一直都是阻碍主耶稣 走上十架 你不要上十架 我就赢了 所以今晚在 克西玛丽园 主耶稣跟魔鬼 最后一次巅峰的较量 魔鬼最后一次试探他 不要喝这一杯 没这必要 没这必要 太苦了 你真的承受得了吗 你跟天父永恒在一起 你全然圣洁 你知道醉的味道吗 你知道被天父全然撇弃 是什么滋味吗 你喝得下去吗 那主耶稣在这一刻 他也有点犹豫 他说主啊 如果可以把这杯挪去 我实在 这杯实在受不了 可是他讲了一句 很宝贵的话 透过祷告 他有这个能力说 主啊 照你的旨意 不是照我的旨意 主耶稣是靠祷告 胜活到人生最终的试探 弟兄姐妹 我想你明白一点 我们人生会遇到试探 可是你我遇到的试探 跟主耶稣今晚遇到的试探 天壤之别 跟主耶稣的试探比起来 我跟你遇到的试探 这么一点点 但是如果主耶稣 可以在他人生最大的试探 这个最难接受的苦碑 他愿意接受 是因为透过祷告 成就这么荣耀的事情 我跟你这些小小的试探 我相信只要我们肯 肯警醒肯祷告 我跟你照样可以胜过 但如果我们是用睡觉来度过的话 就真的胜不过了 凭血气造成你我 别人的伤害 在人生当中 我们总会有很多的试探 总会有的 这些试探会告诉我们 就不要照神的计划 照着你的血气 因为比较方便 绕过十下多方便 short cut 主耶稣说不行 那我们知道 主耶稣竟然被我们背了这苦碑 我们就真的有这种 心来到神面前 说愿意用祷告 胜过我们的试探 John MacArthur 在好多年前 讲这一篇经文的时候 他曾经提到过 他说一个 有能力的祷告 一个让你可以 真的很有能力 胜过试探的祷告 它有四个元素 今天我跟你分享 四个元素 其中的一个 这个元素就是今天的主题 我们的题目 忧愁 A sorrowful prayer 又或者说 Anquish 路加用那个 最深的是Anquish 主耶稣不但只是悲伤 是极度悲伤 他悲伤到流出来的汗 都像血一样 表示说一个人 几乎心脏要破裂 才会有这种现象 就伤心到这种程度 所以说一个人 如果要祷告有能力 你必须某段时间 需要有这么一种 私心裂肺的祷告 这种Anquish 你知道有时候 我们平时的祷告 就没什么这种感觉 是吧 这会是谢方祷告一分钟 对不对 有时候平时祷告 都是很简单 但是如果人生 不是到某种阶段 你突然觉得说 我真的突然觉得好悲伤 我觉得我人生这样过 实在不行 我自己都受不了了 我真的要来到神面 就是我好好做一个祷告 我祷告到天开为止 如果人生不是某些阶段 有这样一种祷告 你发现你灵命 永远没有办法突破的 人生灵命 很容易走下坡 越来越远 你神越来越觉得 我跟上好像好远 但是你需要某种时间 心里面觉得有这种 所谓的 Bill Heiber说的 Holy Discontent 这种属灵的不满意 我真的不满意 圣经不是这样说 我们人生不应该这样过的 我怎么活着活着活着 在忙乱当中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活 我感觉我离神的机会好远 我感觉我的小组都没有生气 我感觉教会不应该这样 Bill Heiber说他的人生 头十八年在教会里面 他的感觉教会是完全没有盼望的 教会是dead 因为他以前去的教会是完全死气沉沉的 死气沉沉到一种地步 他说他的教会的building 一座一座的拍卖 让他看到心都酸了 有一次他爸爸跟他说 我邀请我 我同事最近不开心 我邀请他的教会好不好 他跪在他爸爸面前求他 爸不要叫那个人来我们教会 我们教会死气沉沉 这个人来了多一份忧伤 不要叫他来这个教会 他前面的十八年 觉得教会是死的 他也有这种倾向觉得 反正基督徒就这样子吧 老油条这样过下去 不会挺好的吗 对不对 lawial expectation 对不对 be content 但有时候人生就不应该这样子 不应该这样自主 觉得我的灵命 停到这个程度差不多了 你不满意就需要来到神面前 跌到谷底的时候 需要反弹 就要来到神面前 有那种撕心裂肺的祷告 神我真的受不了 我自己都受不了自己 为什么人生活到这个地步 会变成这样子 为什么我life会mess up 为什么圣经所说的 所有这些丰盛的东西 我经历不到 明明圣经说 一个基督徒的生命 不应该是这样子的 为什么这么多年 我这么祷告 从来没有经历过神 所以耶稣说 不行 你们要警醒祷告 你知道警醒祷告 是一种非常ancreous的祷告 因为主耶稣 如果是泄饭祷告 是不需要警醒的 你知道吗 又泄饭祷告一分钟 祷告完去睡觉 就没事了是吧 主耶稣不断加了 起来的意思说 彻夜祷告 你真的实在受不了了 真的需要这种ancreous的祷告 才能帮助你灵命 有一个突破 所以如果你人生中 从来没有受过 这种holy discontent 这种实在自己 都受不了自己 为什么日子过成这样子 我实在太不满意了 你需要来到神面前 真的有这种感动 说我今晚 我今晚饭都不吃了 我就禁食一碗 我今晚就 所有时间都给神 我今晚来一个 私心裂肺的祷告 对吧 当然 祷告也不能够 每次都这样子 但偶尔你需要有这么一次 你人生当中需要有那么一次 才会让你的灵命 有个突破 你会发现 你人生完全变了 另一个level 另一个境界 这种祷告很重要 因为不是有这种祷告 人生有些试探 还真的胜不过 耶稣面对这个试探 我们每个人都面对试探 有时候这些试探 就真的让我们远离神 我记得我个人 也面对很多试探 牧师也面对试探 我记得Vick Warren常说 他在做牧师这么多年 常常都有这种意念 在他心里出现 就是不要做牧师了 Quick 放弃吧 虽然这种意念不是太多 大概每天十次左右 他说的 我也一样 我也一样 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 你真的有那个声音 告诉你说 何必呢 真的就放弃了吧 对吧 很多的 无论是人际关系的搅扰 同工的误会 很多有时候看到 小主使气沉沉 有时候看到 工作 你坚持好长一段时间 没国效 所有这些事情 都会让你产生那种感觉 就放弃了吧 干嘛这么累呢 你总会有这种感觉 总会有这种声音出现 我们国语堂 搬到礼拜六好久了 你知道搬到礼拜六之后 我一开始是很难适应的 以前礼拜六 没有聚会的时候 礼拜六 我是多了一天的时间休息 多了一天的时间 做很多的事情 或者你讲的鼠灵点 多了一天的时间 至少多了一天的时间 预备我礼拜天的讲道 可是自从有了礼拜六之后 你知道礼拜六 礼拜五晚上小主好玩弄的 回去有时候礼拜六早上 awesome meeting 九点钟就要起了 然后下午两点钟就要 Praise Team 而且每个礼拜 Praise Team都要练习 练习完了之后 五点钟开始聚会 五点钟完了吃饭 吃完饭还得小组 小组完的弄到12点 礼拜天还要讲道 所以礼拜六那段时间是 一开始对我来讲 是突然间 怎么突然间少了好多时间 是不方便的 不convenient知道吗 再加上有时候 有段时间你发现 怎么那些小组 又没什么起色 又没什么果效的时候 你真的还会有那种意念说 不如放弃了吧 有段时间我们同工也在讲说 国语要不要礼拜六 就把它关了吧 不是没有过这种意念 可是你知道 每次有这种意念的话 每次你知道 有一些所谓的 ancrease的祷告 来到神面前说 我是在受不了 这搞什么呢 那种私信念非的祷告 你总会想起主耶稣当晚 在科西玛利恩那个祷告 你突然会发现 主耶稣那个苦悲 是本来我应该喝的 我也喝不下去 这么苦 这么痛 这种私信念非的痛 没有一个人承受得了 主耶稣居然你会说 I'll take it 为我的缘故 你愿意喝 我面临这些 只是一点的不convenient 只是不就是牺牲个礼拜六吗 我觉得也没什么 你突然间就觉得 突然有力量出来说 我再来过 我再来过 这种力量是祷告来的 这种力量是你祷告当中 你经历到主耶稣那天晚上的祷告 原来真的有天使出现 会加添你力量 你会突然觉得 我突然间又有力量 重新来过 如果没有这个力量 没有这种坚持 在这么多年 我就不会看到 国与主这么多的人 在国与信主 我也不会看到神能够使用 我们因为开了国与主 我了解了国内的很多的文化 就不会在今年我们去深圳的时候 我们可以带领这么多人信主 我们一上去讲道的时候 他们说 我完全不相信你是从美国来的 你怎么这么了解大陆的文化 这么了解大陆的朝语 为什么 是因为国与事工 我们坚持下来的时候 这些的果子 当我们今年我们国与事工 开始的直播的时候 大陆那一批好多的人 你知道我们礼拜五晚上五点 是他们礼拜天早上八点 我们有一群小伙伴们 他们在大陆真的找不到教会 也不喜欢 也受不了那种传统教会 他们就一早起来 等着看我们的直播 如果当初我放弃了 这一切的丰盛 我都经历不了 如果当初只是为了说 礼拜六如果没有 我就跟convenient 多了时间做自己的事 对不对 何必对着这一群 对不对 要是不活的人在那边 然后实在受不了 但我感谢神 因为那段时间 你真的有警醒祷告 你想起主耶稣的祷告 你想起 祂为我喝了这么苦的杯 我这件试探 我相信祷告可以胜得过 我可以重新得力 我可以心里面 重新有那种圣灵的力量出来 告诉我说 坚持走下去 你会看到荣耀的果汁结出来 我很开心 因为走了这条路 你真的看到神的果汁 慢慢就出来 我们人生都会面对 这样的试探 无论你的家庭 你的服侍 都会告诉你放弃了吧 take the shortcut convenient 但是我希望今天的经文 你从主耶稣身上 学到一个榜样 祂面对人生 最大的挑战的时候 说这个苦杯 我怎么喝得下去 祂祷告就胜过 我跟你也一样 下次只要任何声音告诉你说 take the shortcut 何必对不对 何必这么辛苦的时候 你想起主为你做过什么 你也用那种 ancreous的祷告 来到神面前 来个私心裂肺的祷告 你会经历到神 完全更新你的生命 你重新有力量 走前面的路 而且你走出来的时候 你发现 好多的果子等着你 你的生命会变得更加的丰盛 我希望会点 家会的每一个信徒 我不希望任何一个人 走着走着 你放弃 最终你变成老油条 我不希望这样子 我希望无论你信主多少年 二十年三十年 你还是from time to time 你会来到神面前说 我受不了 我受不了 我最近就是经历不到神 来个私心裂肺的祷告 来个忧愁的祷告 神重新让你谷底反弹 重新来过 重新做一个复兴的基督徒 希望神 你到信徒复兴 教会就可以继续的复兴 神的旨意也是要我们 过很复兴的生活 不是要我们这样颓废下去的 所以希望我们会遇到试探 可是祷告 可以帮我们胜过 我们一同祷告吧 主我们谢谢你 因为主耶稣何等大的恩典 居然你帮我们 喝了那一杯最苦的苦杯 你背负我们 所有应该承受的那种痛 那种我们完全无法承受的 你居然为我们承受了 跟你所承受的对比 我们所承受的一点的难处 确实是没法比的 但是我们有时候 一点点难处 我们就放弃了 是因为我们没有祷告 没有祷告 我们变得很软弱 一点的事情 我们就要放弃 放弃我们的家庭 放弃我们的服事 放弃你的计划 主帮助我们任何时候 我们有这种遇到试探 觉得说我们要放弃 我们就凭着我们血气过生活吧 我们不理神里的计划 也不理你的timing的时候 让我们学习主耶稣的榜样 我们来到你面前 我们要一个很认真的祷告 主主你更新我们的灵 让我们灵里面重新得力 重新有力量走前面的路 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